夏天月季能不能中检 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一次了吧 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中检的 因为中检完以后它的叶片 特别的少 你检的太狠了 会影响它的蒸层作用 它很容易死 这是一个最大的弊端 像这样的开败的花苞或者是有问题的枝条 给它剪一剪就行了 因为夏天月季它主要是休眠或者是半休眠的状态 你给它施肥啊 这些基本上都没什么多大的作用呢 你耗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修剪上面 其实是没多大意思的 等它到了秋天气温凉爽下来以后 我们再去给它 剪一下 然后再去施点肥 它马上就能够开花 能够长得更好 所以夏天我们的重心就放在浇水上 只要别让平土干掉 其他的我认为 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们夏天的时候也测试过 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重剪100坪的话 它可能会有10坪到20坪会死掉 并不是说你剪完以后它一定会死 只是说它概率会很大 它不像冬天 我剪 我重剪完以后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月季确实出现脱水啊 或这些症状了 你也可以去剪 但是你要做好这个死苗的心理准备 在修剪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在下雨天去剪 剪完以后伤口的位置 可以涂一点预合剂 或者是草木灰 或者是 剪完以后不要让它淋水 这样会减少它感染死亡的情况